现在就下载98新闻台APP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精彩节目 new 98新闻台 我是阮木华 我们今天财经一路发 再次请到了摩尔投顾的陈康仁分析师 来跟我们谈一个很重要话题 投信记底作帐 投顾会观察投信 到底记底作帐什么股票 然后当然就要协助会员们 赶快坐上这台迅速上涨的列车 我们看到这个10月 今年第四季到12月 一样会有一个记底作帐行情 其实9月底这个记底作帐行情就非常明显 某些股票其实在9月底涨得非常多 尤其是一些投信任养股 但投信的作帐有时候会变成结帐 大家也要小心 所以等一下昆仁会一并来跟大家谈 在这个假期期间 各位也可以好好研究一下 法人到底关注什么样的股票 会在第四季发光发亮 等会也许昆仁也可以给我们一些提示 昆仁你好 某哥好大家好 那这个投顾会观察投信 对不对 是没错 因为投信是三大法人之一 而且投信的筹码其实蛮好查询的 就是说他的透明度比较高 另外就是说投信比较会去买一些台股 所谓的标股就是中小型股票 不像外资都是大股的 那你都知道外资动态其实那些大股的不够 所以基本上我们会研究投信的筹码 主要原因在这边 那昆仁 这个投信的记底作帐 到底要怎么观察呢 好 某哥好大家好 因为其实我们在休假期间 我要帮大家充充电 因为其实呢 我这样说好了 我们现在是十月份的 第四季的刚开始 那所谓的记底作帐这件事情 叫做是大家 新闻媒体啦 或像是大家所认知的这样子一个观念 那我要跟大家讲 你先看我一下那个第一页投影片 我会发现说来 谁敢在这个新闻上面打一个大叉叉的 就是我们节目 那为什么要跟大家说这个原因 就是因为 有点吐槽他 对 来我们今天跟他讲 三个很重要的大家的误解跟认知 第一件事情 你永远会在新闻媒体上面看到说 那个记底作帐行情启动 然后呢 就他就跟你讲说 这些股票排一排 然后呢 把所谓的张数的从大到排到小 然后呢 就跟你说 这些股票有可能变成是记底作帐股 可以留意某某某某股之类的 那我先跟大家说明这件事情就是大错特错 那为什么这样子 我先说一下主要的重点 就是 投信也好 所谓的法人也好 他们在配置股票配置部位的时候 绝对不是按照所谓的股票的张数 而是 照所谓的股票的市值 比方说 我今天一个法人 我要买一千万的某某股票 一千万的可能五十块的联电 跟所谓的一千万的联发科 七百多块 他绝对不会是同张数 那在这样的情境之下的话 请投资朋友先有一个观念 有一个重点 就是 我们法人在做操作的时候 那不是像新闻所说到的 在所谓的 诶 张数的排序 这是其一 那再来的话 其实刚刚穆豪哥讲到一个重点 就是 我很老实说 即使我是投雇 我也在关注投信在买什么 那为什么要看投信在买什么的原因 是因为他们真的在现在目前的行情之下 有极高的影响力 那因为一般我们所俗称的外资 大家心目中的真外资 我先说真外资那种 他都做这种大型股 全资股 龙头股 你看他 他就是不断不断的提台积电的提款 因为全球的资金在移动的过程之中 他也必须要 即使是台积电有最棒的先进制程 三奈米进度早已经超前了 可是他还是得要卖台积电 因为他不是因为看坏他的基本面而卖 而是他是不得不 因为全球资金的移动的过程之中 去卖出台积电或卖出全资股 所以你去追 所有的外资的这种大型股 龙头股 全资股 牛皮股的话 其实没有太大的意义 你反而应该要去关注到的是 他们在买什么样的 所谓的中小型的个股 所以先跟大家讲 这样子很重要的观念的地方 所以市值才是重点 就是说他总共买入的金额是多少 你看到绝对章数 其实会被那个低价股给混淆掉 那另外呢就是说 这个大型股票 基本上也不会是投信要去认养的标的 他们去认养一些中小型 有体材的个股 像今年 其实比较跟往年不一样的是 投信也有去认养一些那种大牛股 像是伪创广达技嘉这些 但因为是今年他们正好是 这个所谓AI政大重大的一个成长 这个就有点例外了 确实是 那因为其实我们 我这样说明一下 因为其实今天的节目的话 算是我们第二次跟大家讲这个重要的观念 因为在上一次在讲的时候的话 其实是我们的就是软实力的节目 就是因为我们的特别跟穆浩哥有合拍一个系列的教学的影片 包含了从像刚刚穆浩哥讲到的是 为什么伪创 我们之前就跟大家讲过说 那个160块 就是他的高价的地方 因为我知道的 法人都知道的 就是明年的伪创赚8块EPS 那20倍的本益比就是160块 结果你就发现说 怎么伪创就刚好就是在那个161.5那边去止步了 然后一直跌到了前一波的低点 大概接近100块跌破100块的时候 才有逢低的买盘去做一个低接 原因就是因为前三本一笔的观念 我们跟大家教学过 跟大家分享过 那如果你要充电的话 就可以到我的YouTube频道 或者像是在丰富频道 那我们10月份的这个软实力的节目的话 会在所谓的丰富频道来跟大家做播出 所以你可以持续关注观点 然后丰富跟我的YouTube频道 还有我们的news98一路发 那再来的话 再讲到我们刚刚前面说到的 第二个谬误的地方 那因为其实真的大家会心目中 就是所谓的买操杖术排行吗 或者是说所谓的什么 既底作杖地底作杖这件事情 可是我告诉你 投信在做所谓的任养跟作杖的时候 绝对不是等到那个3692才去做 因为3692搞不好人家都已经买好买满 准备要把它倒出来变结账了 因为他们在拼的一件事情 就是绝对是在拼所谓的相对的绩效 只要一家投信基金比另外一家投信基金更好一些些的绩效 即使是多1%多2%也都OK哦 所以那个排名就拉出来了 我不一定要拼到30%50% 而是就是我只要拼赢别人就好了 所以在这样情境之下的话 如果你真的等到所谓的既底才去做所谓的作杖行情 跟买进投信的持股的时候 那时候我告诉你那已经是末班车了 所以你应该在季初的时候 比方说我们现在10月刚开始的时候 你就要留意这些投信在买什么 那我们给大家一个公式 那这个公式的话叫做是投本笔 也就是投信的买超的张数 不是看绝对不是看张数哦 我还要再去除以一个 那萤幕上面看得到的就是股本 也就是他的发行的张数 因为你可以透过这件事情 透过真正的投信的影响 一档公司一家个股的一个影响力 因为越小的股本 然后呢在同样的张数 或者同样的金额之下的话 他的影响力越高嘛 所以这个重点的话就回归到 我们刚刚前面所述到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他绝对不是看绝对的张数 然后他应该要看所有的那个金额 然后呢更好的状况的话就是去除以他的股本 的这样一个情境之下 你就可以找到真正所谓的投信的买超的股票 那五个SOP 因为我们在上一次节目里面有跟大家说过 我们今天就快速跟大家带一下 选小不选大 你要选小型股 然后呢 我有你没有跟大家都没有 你要选的就是刚开始买的 而非是全部的投信都在已经都有持股的 尤其是我们上次跟大家说过的 如果已经超过10%的个股的话 表示说已经有超过两家以上的投信油 所以那个时间点谁先砍谁先跑 搞不好就变结账 因为法规限制就是10% 所以如果你有看到超过10%的 表示有超过两家的投信油 有这样持股 所以这个观念也跟大家做分享 那另外的话呢 就是叫做是趋势成长高 和现行轻飘飘 我很老实我很务实的说一句话就是 你要找到一家真正会标的股票的时候 那时候通常叫做是你可能 看起来说怎么会已经涨一大段了 怎么会已经是标了一大段了 然后呢这个时间点的话 就不要拼拼看你自己的心脏了 如果你敢买 如果你敢跟着一起投信买的话 我觉得你很有可能 在这个时间点找到投信的标股 因为他们很聪明 会找到就是上档的解套卖压 甚至是没有解套卖压的股票 甚至是说一些股票 他们已经拉到一个相对高点 就是大家都已经在一个获利的状态之下的话 这种股票反而变成是他们喜欢去做操作 喜欢去做任养 去做一个做账的股票 这就是可能跟大家之前的一些想法不一样 那我们今天特别在节目里面 跟大家做这样子所谓的观念沟通的地方 好 所以投本笔 等于投信买卖超的张数去除以股本 对不对 这是一个大家一定要知道 另外五大SOP 刚昆仁也详细跟大家讲 那SOP大家把它记下来 以后你再去选投信他们买入的股票的时候 你就会更找到他们真正想要去做的股票 对不对 你不要只是看 投信他们其实一档ETF跟基金里面的持股也很多 少则也30档 多的有50档以上 那这样子的这么多档数 他不会是所有都是要去做这样的标的 那同时呢 他也不见得这些股票会一路一直持有下去 所以他的换股各方面也是我们要去注意的 是好 那因为其实如果在上半段结束之前的话 我们再跟大家举一档例子就好了 因为这是在五月份才刚发生过的一件事情 就是会突然发现说 怎么会在五月十八号的时候 先跟大家快速复习一下 五月十八号的时候 回答还没有公布他的第一季的财报 第二季的财报 因为那个时间点的话 大家在想说到底AI是什么 到底接下来的行情要怎么选股 可是却发现一件事情是 怎么他们同时间去买了红硕 去买了星云 那这件事情的话 你可能会想说就COAS嘛 可是回归到那个时间点 我们并不知道COAS这么缺产人 可是投信为什么敢买呢 所以这件事情的话 我们下半段回来 跟大家说为什么他们敢做这件事情 好 那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节目现场 98新闻台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花 我们节目现场是 摩尔投顾的陈国人飞行师 刚刚谈到的是投奔笔这个观念很重要 昆仑现在就有一张投奔笔的排行榜的 这个个股的情况要告诉我们 是的 没错 那因为我们上半段的时候 卖了一个小小的关子 就是我们直接把一张 就是某一天的范例把它拿出来去做介绍 会发现说 其实为什么在这边的投信的买超 我不是用所谓的买超的张数的排序 你看这边这个华晨2000多张 大概只有排第二名 第一名的话是240张的红色 然后呢会发现另外一件事情是 怎么技嘉这个1548张 排到后面去了 原因就是因为 这是按照所谓的投奔笔的排行 去做一个排序的这样的动作 那再来的话就是我们刚刚前半段有讲到 怎么会在这一天突然买超了这个红色 和所谓的这个星云 而且呢这个张数的话是只有200多张 那这件事情的话我们就直接帮大家讲答案 因为时间不太够 然后赶快帮大家讲重点 来这是重点 在5月18号的时候 有谁知道NVIDIA的财报是超强超棒 然后呢COVAX产能叫超缺 那我相信可能有些人知道了 那这个人是谁 这是在5月18号就敢买第一天的星云的投信 而且呢他从那天开始 他的股价就开始一直被越电越高 然后呢在越电越高的过程中的话 他不断的加码 不断的加码 这个波段涨幅高达了166% 那这件事情的话 其实就是我刚刚前面说到的 因为他们真的是从无 然后呢到有 就是原本大家都没有 然后就突然开始去做买进 然后呢他是一档中小型的个股 只有8亿的股本 在这样的状况来说的话 其实他就是一个很标准的 大家都不敢买 可是呢他知道故事 投信之道故事去把它拉上去 然后呢大家一起共襄盛举 我们就可以搭顺风车 的这样一个操作的方式 所以这就是我刚刚前面说到的 就是大家心目中的观念 跟所谓的新闻 告诉你的投信的座帐的部分的话 并不是我们真正在做的 所谓的座帐跟 所谓的搭顺风车的一个很好的做法 我们该做的事情 应该是从投本笔排下来 找到哪一些有题材的 然后呢哪一些叫做是刚开始买的 然后呢哪一些现行是 你可能自己不太敢买 但是能不能跟着投信一起去搭顺风车的 我认为是这样的一个方式 是比较合适的操作方式 但是当然我还要跟大家再重申一句话 就是真的没有任何一档股票 叫做是稳赚不赔 或者投信一定是赚钱的 所以在每一次在选股的过程之中 还是要大家紧守好这样的操作的观念 而且要守好自己个人的一个停损 跟停力的操作的部分 那待会我们再跟大家讲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好 那这个星云就是一档非常好的范例 那还有没有其他的范例可以给我们看呢 好 接下来的话 我们刚刚要跟大家讲到 就是另外一个所谓的 月配息很厉害之类的 我反而是要请大家留意一个重要的观念 就是呢 呃你会发现说 我们现在目前的被动式的ETF 尤其是高股息的ETF 会变成是大家都很喜爱 比方说好了 929他最新最新的 呃基金规模已经超过800亿了 他是在一个短时间里面狂飙了 大概从一个月之内吧 多了快300亿左右 就暴增了 对是暴增的 那929或者像919 甚至像是之前大家心目中的 像是0056跟00878 他们都是我认为都是很棒 他们的选股观念都是蛮不错 都各有各有特色的 呃被动式的高股息的ETF 可是这些高股息的ETF的一个情境的话 你可以看到他的持股 比方说这是929 他的持股是细创见顶联发科 金元电新普起机 群光电子这些股票 然后呢就会有一些新闻跟你说 哦因为被动式的基金 他们如果因为有那个基金的那个规模 在成长的过程之中 比方说好了 富华929他必须要 把他的300亿的这个新增的部位 对 去等比例的买进这些相等比例的持股 然后呢你就跟着一起买细创 跟着一起买那个那个见底 你就可以搭他们的顺风车 有这么简单吗 对 马克讲到重点 如果有这么简单大家都发财了 是好 所以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讲的第三个重点就在这边了 就是说 呃因为ETF 他们叫做是被动式的基金 他们在跟的一件事情叫做是指数 所以他们并没有所谓的绩效的压力 所以他并不是说 哦我就是要把那个呃 8016的细创把它 拱到哪里去 让我的绩效很棒棒 没有这种事情 因为他们是随着投资人去买进他 然后他再去买进通等持股 所以在这样情境之下的话 就是大家都知道他们要买这件事情 那我会告诉你 因为真的如果当一档公司一档个股涨到 呃不合乎他的基本面的时候 自然会有源源不绝的一些压力出来 可以是用融券的放空 也可以是用借券的放空 那这样的情境之下的话 就会让这些相关的公司 也会有所谓的涨多涨不动的这样的现象 绝对不是叫你一直去买这些股票 而是你要去留意这些股票 他们反而是有所谓的短线上面高点的问题 所以一样的观念 在所谓的被动式的ETF 我们也帮大家做 就是所谓的五大SOP的口诀 也就是说 我们在选股的时候啊 也要用所谓的选小不选大的这样的一个观念 因为呢 如果就这个时间点的话 你会发现真的被动式的基金 他们的买盘真的影响力够大的 可是你如果去把K线把它打出来的时候 你会发现说诶那个细创真的在高股息的ETF 买进的过程之中 他们被拉到一个短线上面的高点 那但是他们也不会一直一直往上涨上去 甚或是说像是加斯达这种大股本的公司的话 他不会有 那个所谓的被动式基金买盘 就把它买上去的这样一个现象 因为他的股本太大支了 所以在这样的情境之下的话 可以如果你想要吃豆腐 你想要跟着他们一起做操作的时候 你第一件事情先选小的 但是请你用所谓的拉回的过程之中 用逢低的方式 沿着均线啊 你可以沿着月线嘛 甚至沿着季线 如果有短线抄跌的时候 我认为月线跟季线是一个相对合理的地方 因为从跌破月线的过程之中 或者从所谓的规模扩增的时候 他们也会有同等的一个资金的买盘的过程 那他会帮你做低档的保护 但是不是叫你去做追高的这样一个操作的部分 然后另外的话请你盯紧好所谓的基金的规模 就像我刚前面说到的 929他短线上面多了300亿的基金规模 那300亿的话他就必须要跟着买10亿左右的细创 但是他必须要源源不绝持续有 这种所谓的基金规模的膨胀跟成长 但万一如果他真的规模不再增加 不再成长的时候 他就不会买细创了 他就不会买见顶了 他就不会买华通然后金元电子了 所以当这样情境之下的话 请你小心人才人这个问题 就是他有可能在被动式基金的买超的过程之中 有所谓的助长的效果 也有可能在所谓的被动式基金的一个卖出的过程之中 他也会有所谓的助跌的效果 这是我们刚刚前面说到的 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 投信的操作跟新闻媒体 一般大家所谓的以而传而那种操作方式的话 是大不同的第三件事情 就是被动式的基金他没有绩效压力 他不是在做作帐 所以你必须要有所谓的不要做追高操作的 这样子一个重点的地方 好 这也是一个很鲜明的一些例证 那刚刚谈到了这个盛房人踩人踩踏事件 如果说呢这个投信要出相关的成分股的话 那他出起来也是很凶的 是没错 所以太多人挤在那个里面呢 他说不定就把股票倒给你了嘛 你不要觉得他都是只会一路买 一路买他是看整体买超 他个别股票他其实买超 不见得一直会持续下去 所以我们往往去要盯这个投信波段的操作也很重要 是的没错 因为其实如果就现阶段来说的话 因为刚好在季出 那季出的话他们已经开始在默默的任养 默默的去说做第一波的布局了 所以孟哥这样讲到重点说 你必须要盯着这些投信的波段操作 那我这样讲好了 因为其实在我自己的LINE AT这边 也有帮大家做每天每天的 所谓的投本笔的排行的排序 然后呢甚至是说 我自己的LINE AT这边的话 会在每个礼拜天的 就是会帮大家出一份叫做是投资周报 那这个周报里面的话 我会告诉你投信在任养什么 有可能要任养跟做上什么 或者是说你当周的一些操作重点在哪里 那因为其实真的有蛮多蛮多的粉丝 热爱我们的节目 然后热爱我们的教学 所以我会把这些相关的一些资讯分享 在我的LINE AT上面 那YouTube上面的话 有更多更多的投资教学 所以如果需要的话 你可以直接在我这边 应不应该看得到画面 那我的LINE AT的ID是 小老鼠DAREN888 或者你直接查询 陈坤人分析室 应该都可以懂得到 好 那这个LINE AT在最后呢 再次介绍给我们的观众朋友 我们的听众朋友 大家知道 那因为可能在开车啊 听广播节目 你没有办法去扫这个QR Code 或者说呢 去把这个LINE AT记下来 那如果说不能 现在目前记的话 有什么方式可以找到你呢 小编会把它放在留言板上面 OK 谢谢大家 大家可以上我们电台的留言板 去看一下 顺便可以把昆仁的LINE AT给加一下 非常谢谢陈坤人分析师 谢谢